姜濤的中立新聞報導 今天是2023年4月19日 第一單新聞當然是講到 姜濤離開了香港 去台灣拍這個新的MV 真想不到 今天已經是4月19日 之前他又說4月30日 出到這個MV 給大家看 證明公司給了太多工作去做 基本上排到密密麻麻 基本上他拍完《盜月者》 接著就出席了金像典禮 接著才去拍這個MV 我希望是補拍部份或者是補份 不是全MV 不過我自己看那個班底 和看那個細節 他都像是重新一次去拍一個MV 即是Domi那個MV 因為第11首歌 其實有網民也有一個盼望的 即是4月30日是否真的可以同一時間 在他山友一天 就出到這個新的MV 我自己計劃今天19日 他現在還在台灣拍 我當一個MV的份量不是很重 我當MV 在講我幾分鐘的片 我想一至兩天應該完成了吧 他飛了去 昨天飛了去 今天就拍了 拍一至兩天 然後後期製作 如果緊湊一點去做都可以的 4月30日應該可以拍到一個MV 即是整好MV可以播到出街的 那就要看那個份量 不過我想有網民也有一個問題 就說 咦?拍MV 為什麼要去到台灣 香港拍不到嗎? 我們自己拍MV的話 如果MV的內容是牽涉到其他人的話 而那些人不是香港人的話 那就要去我的地方拍了 譬如可能Beyond上當年拍這個阿媽咪 是吧? 講一些非洲大陸的故事那時候 那就真的要去非洲拍這個MV 因為都牽涉到一些不同的人種 但是這次Dommy這首歌 我很難估計 因為可能他拍一些內容 需要台灣的一些人和事或者景蜜 我相信景蜜會比較 因為之後有一宗新聞 就是講有關的資訊 但是當然都是萬眾期待 昨天他上了飛機 花姐陪伴 也有網民就說 咦? 這次花姐 又不是只偏心 是叫阿嘉 只是陪著Anson Lo 花姐這次陪姜濤一起飛去台灣 做一些拍MV的事 是呀 大家不要這麼怎麼說呢? 就是不要看得這件事這麼簡單 我覺得花姐未必是陪姜濤的 老實說一句 為什麼這麼說呢? 你看回新加坡那次 新加坡那次花姐都沒有陪姜濤 姜濤 花姐一直都綁著Anson Lo 拍的杜月姐 是不是? 杜月姐 好像說到杜月姐是一個人 陪著Anson Lo拍的杜月姐 所以這次陪姜濤去台灣 一定不是只陪姜濤那麼簡單 他應該有別的任務 可能分分鐘是牽涉到一些新的工作 新的job 可能都未必關姜濤的事 是不是? 可能他跟其他MIRROR成員講其他job 去台灣聊一下 看看有沒有什麼合作空間 因為以我自己 像我自己官一樣 很主觀的 沒有客觀標準 我覺得很客觀 我很少姜濤真的去到第二島 花姐會陪姜濤 老實說一句 是不是? 你就算是說 對上一年 去紐約那次 拍《我的天堂城市》的時候 花姐都沒有陪她 反而是盧亭輝陪她 反而這次花姐 她不是陪姜濤 她是同一班機 一起飛去 同一班機 一起買機票便宜一點 這樣 可能公司為了省這些錢 都不頂 所以這件事 大家就不要覺得 會不會公司 特意派花姐去照顧她 花姐是不會照顧她的 姜濤有助手 對不對? 上次去新加坡都沒有 上次姜濤自己 請到兩個私人助理 就是姜媽和姨媽 對不對? 講起上來 究竟ViuTV有沒有 有沒有給到錢 有沒有給到錢 他們兩個都不知道 是不是? 大哥 你全程照顧姜濤 對不對? 你都要付錢 不是請人家吃自助餐 住幾晚酒店 是不是? 這樣就很划算 Anyway 講回這次的台灣之行 講回這個MV 如果真的要拍一些風土人情 那就真的要看一下 究竟她的主節是怎樣 還有她的不同的方法 因為這次自從這個西九的音樂節 曾經第一次姜濤表演這首歌出來的時候 引起很多迴響很正面 全部都是很正面的 當然也有些Hades說 但大多數都覺得 這首歌是很值得人的欣賞 還有很講出姜濤所面對的困境 以及姜濤現在的心聲 所以有言及此 這次可能都是ViuTV 自從上次《西九音樂節》 那個網民要反應是好的 她願意投入多點資金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因為如果以往的慣例 姜濤出了十首歌 她每一首MV 都是在香港製作 香港後期製作 香港拍攝 很少去外國拍MV 甚至到其他MIRROR成員 是沒有試過出浮 是為了拍MV的 OK 我就單純從這件事說 我單純從她真的去外國拍MV 沒有其他任務才算 不過我相信馬底是有的 所以就這一點 有很多網民都說 唉 其實今次公司 都是給一個很好的資源給姜濤 什麼資源呢? 就說 你見MIRROR十二指之中 都沒有人出過浮去拍MV 是不是? 我不知道網民覺得對不對 我印象中都是 好像全部MV都在香港拍的 在香港製造 但後期製造不知道 可能在後期製造 未必在香港後期製造 都不頂 但是 如果你說真的出浮 我就真的沒什麼印象 應該都是只有 今次姜濤一個 這樣 那些網民就說 是 今次好像 MACAVIL 好像都改善了 對於姜濤的資源投入 這樣 老實說 我不知道 我自己如果以我的 估計和想法 他一定去台灣 不只拍MV 這麼簡單 肯定是有其他工作做的 只不過是沒有對外宣佈 老實說 以MACAVIL的一貫 量入為出的 不是 量入為出 量入為出的作風 他怎麼會就這樣 買幾張機票 還要連花姐 去幫姜濤做一首MV 有機會 所以 所以 我覺得今次姜濤出席 即是出發去台灣拍MV的時候 應該都還有其他任務 至於其他任務 就有待觀察 還有可能其他IG 漏出來 這樣 不過我自己覺得 都是一個開始 縱使今次不是單純的一個出席 即是拍MV的動作 但今次他也是第一個 10V或12指之中 都是第一個可以出浮去拍MV 對不對 我們都看到姜濤 受到的安排 以及受到的arrangement 是比以前好像濃縱了 但其實這件事 大家都是要歸功於自己的 因為 他因為有強大的應援網 應援的能力 應援的人數 都是處於一個最高點 所以 所以MV都不敢怠慢姜濤 所以這些 就真的要給自己的一個 award 即是告訴自己 全憑我們支持姜濤 給姜濤不同的成績 給Mark and Will看 證明他有這個壓績 所以他值得 是MIRROR第一個出浮去拍MV 所以這一個 所以這一個 就真的 今次MV的期間 出去拍 是相當好的一件事 至於他會怎樣拍 拍成怎樣 為什麼要去台灣呢 有很多人都討論的 老實說 去台灣是一個 比較經濟實惠的地方 對不對 即是除了回內地去拍的之外 其實如果真的要出浮 可能這一首歌 他要做一個聲勢 即是譬如可以開始投入一個 國際的舞台的話 他去出浮拍MV 是一個必經的階段 你想一下 八九十年代的歌星 每個拍MV都出浮 拍了那麼多東西 拍了幾個鏡頭 都說要去外國拍的 可想而知 看看我個人的地位 和投入資源度有多少 今次姜濤 台灣拍 老實說 近近的 又可以搭到飛機 去別的地方 好像搭一下飛機去拍一下 都挺好 起碼對於姜濤來說 都是一個很好的安排 我自己覺得 那 所以今次呢 我們都希望這首MV 看看會不會有一些資源 當然可以台灣給他 無論是風景也好 或者人物也好 或者後期製作也好 可能有一些台灣的團隊可以看到他 即是給到姜濤這首新的MV 一些靈感 或者一些作品 所以我們都 非常之期待 非常之期待 這個MV的彈生 雖然歌 我們已經在這個西國文化節 那裡聽過 但是我想 相信這些 這樣的期望 我們是不會停的 對不對 所以就是這樣 那 希望下一次 看看有沒有機會 可以再去遠一點的地方 去到北極拍下 這樣才有Noise 是不是 去台灣又有點緊緊 即是什麼 但是另外一件事 我們都跟其他人 姜濤的IG裡面知道 喂 原來這樣 原來 姜濤去了台灣之後 他跟他的朋友們重聚 他跟他的朋友們重聚 就去了這個 九龍便利商店那裡 這樣 真的有一個 雖然他是香港飛過去 但是去到一個 香港特色的便利店的情懷 我們怎麼看這件事 就是說 他在IG那裡 應該是別人發佈IG 踢了姜濤 看到姜濤 背景就是在台灣的一個便利店的系列 這樣 連鎖店來的 叫做九龍便利商店 這樣 同一幫朋友仔在這裡聚透 大家都知道 姜濤其實都很重視 人與人之間的感情 還有一個很真誠交朋友 沒有什麼精靈古怪的東西 所以 所以 在這次的台灣之旅 就是當他拍MV之旅的過程 他都不忘去跟朋友仔 不過他的朋友仔 其中一個 都是台灣的著名藝人 就是我特別開他的名字 因為我怕 到時候不是這樣 台灣著名藝人 所以我估計 我估計應該是跟他有合作 在這個MV上 在這個MV上 其中一些合作的 無論是 可能在鏡前的合作 或者鏡後的合作 我相信跟這個台灣的朋友仔 是有關係 看見他們都相當好朋友 這位都是台灣的一個藝人 而這個IG就是這個台灣藝人 發放出來的 踢了姜濤 可想言之姜濤都很有心 因為這件事可以兩方面看 第一 可以這幫朋友仔 跟他拍MV沒關係 只不過姜濤可能去到台灣下機 就趁 因為夜晚 可能翌日才開始拍攝 MV 可能趁他有時間 有空閒的日子 就找回台灣一些朋友出來 醉醉醉 大家喝杯飲料 可能夜晚一晚 沒有地方喝 就去了九龍便利商店 等於香港的7OK 就買東西喝 大家談天說地 開開心之餘 就拍了一張照片 就放上IG 大家開心一下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很好的情懷 我自己都覺得很開心 證明他今次應該副工作之外 有些時間可以自己放鬆一下 開心一下 跟朋友聚一聚 也是相當好的一件事 我們都希望姜濤可以今次這個 工作 即是外出的工作 不要太辛苦 因為其實我們看近期的行程 姜濤都應該 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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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 他都很密密 即是你這樣掃掃一下 即是在一個月頭之內的事 即是可能飛兩三天兩三天 在於姜濤 雖然他是年輕的 年輕力壯 但你這樣搶化 始終都是 身體上可能有點適應 始終都兩個地方 那些時差吃水 那些水土都有影響 雖然他是年輕 但我都要顧著他的腳 他的腳都要接受治療 所以 記住記住姜濤一定要 幫他自己健康 還有公司真的不要令他太辛苦 即是太密了吧 那麼短時間去幾個地方 好像還沒停過 感覺上可能他真的沒有休息過 但Anyway 正如高登仔說 2023年將會是 姜濤的一個發展的年份 那所以 我也沒錯 不過他略略看過那些數據 那些安排 我知道這一年他非常忙 可能甚至有機會 我現在這樣說 即是希望不要有被我說中 即是希望他忙得來都不要在4月30日 我生日我日就猶豫出埠 即是太多工作 如果ViuTV可以 不就是Markupville 即是說明 Markupville 如果可以在4月30日 放他一天假 那就好了 即是可以參與一下 一些姜濤活動 但是 都是不行 因為你放假 就沒有人去照顧他 即是如果他出自己的活動 即 雖然我們自己姜濤守秩序 但難保 有其他不守秩序的人 可以影響整個活動 所以 都是不要理 都是不要理 真是危險 我自己覺得 即是你始終 人多 就未必好辦事 可能人多 就意外多 有時候的事情 所以 姜濤也是 放假 留在家裡 舒舒服服 看我們姜濤的慈善行 各項的慶祝生日活動 這樣 有機會 是吧 今次我反而 未見他出現在銅鑼灣 以前 姜濤日 姜濤月 那時候 姜濤生日月 姜濤生日日 那時候 他也有銅鑼灣看 今年就未見 可能也差不多了 還有一個多星期 所以可能 真的太忙了 飛來飛去 不過 都對的 說真的 如果我自己公正的意見 又不用特別下來看 你有時間的話 就自己 有空休息一下 我覺得你假期應該不多 休息也時間不多 所以 要小心點 保重自己的身體 那就為了好一點 另外一個 就有關MIRROR隊長 Lokman 出席命案的首映典禮 這次命案 我自己高生 都會去看 第一 鄭寶瑞做導演 第二 林家棟做主角 第三 隊長 Lokman 雖然我是姜濤 但我都會看一看Lokman 這部電影 還有今次 這個 首映禮 這個命案的首映禮 有很多資料 都是有關姜濤的 本來我都想 這宗新聞其實 都挺有趣 想想報不報 我以為當初是說很少姜濤 但原來這次 首映禮 原來有很多資料都有關姜濤 所以真的不說不行了 給大家姜濤 或者聽眾知道 究竟發生什麼事 逐步逐步來 這次的命案 由鄭寶瑞 林家棟 和隊長Lokman 去做的 他們都相當之好 整個過程都相當之 拍攝的情況 安排等等 Lokman都做得很好 有機會 可能有機會 下次金像獎 見到他 當然這些是言之降噪 剛剛才過了金像獎 在首映禮 那裡 就有很多粉絲去支持 但當然 其中一個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MIRROR 其餘11指都有出席 包括姜濤 還有ERROR 但是當中 MIRROR就拍照 當中 雖然記者在場 我聽到 記者有很多都問姜濤 或者問其他成員的事情 包括近來唱得很容易控控的 幾宗新聞 特別不宣傳 特地問 但是MIRROR都一律豐厚 為什麼呢 就是怕搶了隊長的氣憤 因為你知道MIRROR 十二指一開口 當然記者朋友一定會 去問很多尷尬問題 你知道香港現在有些記者 最喜歡他們問一些很老鑑的問題 一會兒問你們 喂 現在隊長就拍戲 但你們剛剛三指就失落 失落金像獎 現在傳統傳媒都用失落 這些字眼 我幾個MIRROR成員 包括姜濤 Edan 等等 都用失落 不過我高中仔都一再強調 他們都不是失落 也都沒有失敗的意味 還好不過 現在這樣的結果 我覺得 但是 我想避免這些情況 MACAVIL PR近來都有一些進步 可能都已經 一來 是 封口 不戴任何人 免得一些尷尬問題 不知道怎麼回答你 第二件事 你回答你的時候 一定一波一波就訪問MIRROR 不用說了 以往的慣例 到現在的現實 到未來的發展 都是的 一走MIRROR成員一出 就肯定全部記者就會 集中火力去處理MIRROR的訪問 引到本身的活動 肯定是圈奔奪主 所以特別這次的一套命案 都有NOTMAN 做 有份做的 是不是 他是隊長 你雖然 你不叫MIRROR來 好像有點過分 有些過態 因為你自己隊長 沒理由不捧自己長 自己MIRROR兄弟 但是你叫他來 又怕出了風頭 阻礙了整套命案首領 所以都一路不回答任何問題 MIRROR上當日 不回答任何問題都不要緊 他也有說到 他為了這部電影都很努力 拍了很多鏡頭 也都說到 鄭寶瑞對於這個 對於這個 拍戲都很有要求 逼到林家頓傻 這幾乎 這些不特別說 其實NOTMAN也有說 表示 即是他和大家合作的和益良多 幫他撕掉了很多包袱和壓力 一起受苦 好了 重點來了 關 關姜濤什麼事 是不是 喂 這麼多 這麼明明是這個命案的首領禮 姜濤又沒有份拍命案 只不過是NOTMAN隊長有份拍 究竟有關鋸圖什麼事 可能這群記者 厲害 見到問不到MIRROR的事 就 安排到NOTMAN回答 故意不回答 故意留給NOTMAN回答 結果所有的尖銳問題 就在NOTMAN 估計沒錯 那麼NOTMAN其實在訪問中也有說 MIRROR成員 即是MIRROR的如十一字 本身想著命案上映的時候 就包場支持看 即是買了那場的票 可能只有MIRROR十二字 自己進去看 那麼也都 咦不對 也都說如果買了那場票 就幫忙派票 不知道會不會行動 就不知道 咦可能派票有機會 老實說派票這些東西 如果MIRROR包得長 派票 我自己覺得 他們未必在這個時候 就派給他們自己的後門會的成員 因為始終 他們包場 他們派票 就想自己圍內去看一看 即是究竟NOTMAN的表現是怎樣 如果有應援會的人 即是譬如MIRROR十二字各自的後門會 就比較未必那麼適合第一場 他們想去深入去討論NOTMAN的片 所以呢 如果派票的話 就算姜濤拿到那些票 那他會給誰呢 就給爸爸媽媽媽媽 最好的了 將那些票 是不會去 那樣 那 那 那 就說MIRROR就有這樣的打算 那樣 我想姜濤大派來派多幾個 應該不會派 派給CORROR成員 對嗎 就是我講的 只是胡亂講的 ok 那 好啦 那 那 接著重點就來了 開始問一些問題就尷尬問題了 我們看看會怎樣尷尬 他就問Lokman有沒有信心 就憑我這部電影去提名金像獎 我心想剛剛才借幕做新一屆金像獎 這麼快就跟他說年頭 即我們叫做年頭 年頭上的電影 說明年有沒有提名會不會言之葛祖的記者 Lokman也說了 有提名當然開心 但是不敢講信心要看評審 當然啦 你看看今年發生了這麼多事干 是不是有時候有些事情 真是不當選好過當選 這些事情就真是很難說 始終評選 還有你得不得獎這些事情 其實真是好講 當時的氣氛是怎樣 所以我想Lokman也很聰明 這樣回答 好了 接著就問了 那些記者就說 姜濤因為今年在這個金像獎 就得了一首歌作題名的風雨不改 但是他反而 就是講講姜濤 就看好今屆的好友入圍 Edan和Jer 就希望他們贏得到 就是看好他們應該贏得到 結果呢 一有這個金像獎頒獎結了之後 就結了兩個人就一敗塗地 這樣被招 就是說姜濤是燈神 什麼叫燈神 就是說姜濤如果看好兩個得獎 我兩個就會落選的了 姜濤就變成燈神 這樣就問了這些尷尬的問題 你叫Lokman怎麼回答呢 幸好Lokman這些真是跑慣江湖 他就馬上回答記者 這樣就笑笑口地回答 到時就叫姜濤看好其他人 燈死其他人 那我有個提名 接著我得獎的機會就多了 這些這樣的記者 我告訴你 你如果不是看這段新聞 是發自一些傳統傳媒 你真的以為他們是 Haitan從這個網絡世界走出來 直接問Lokman 就是告訴他 現在的新一代燈神是誰 不是蕭先生 是姜濤 這些記者 真的這樣都聯想得到 只不過是姜濤說 他看好 Haitan和Jer 他們兩個沒有辦法 在這個金像獎 入圍當選 拿到獎的 那就說姜濤是燈神 那姜濤有很多事情都猜中 那你又不說他 不是燈神 真的離譜 這些傳統記者 所以有時候 我只可以這樣說 你就算 那個人是怎樣做好自己 你如果那些傳統傳媒 都是這樣去處理一些 報道 去問一些問題 令到一些 新一代的明星 或者一些偶像 處於一個尷尬的狀態的話 你沒有辦法的 有時候很多事情都自甘墮落 就是自己傳統傳媒 明明有這麼好的素材 阿諾文 為了去生氣 去做一個首播禮 或者一個宣傳禮 全部人一起去做 結果這麼好的活動 你都要問一些這樣的問題 就說姜濤是新一代的燈神 是不是 這樣令到別人 就覺得 不是太開心了 是不是 你玩一些這樣的字眼 你就是想把姜濤 變為另一個蕭先生 是不是 所以有時候 我們作為一些Youtuber 或者一些網絡的網民 喂 有時候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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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 就這樣 去 給到他們 這樣 想說什麼 就說什麼 幸好我們根據這個網絡熱度 基本上網絡所得到你的影響力 是會大過一些傳統傳媒 起碼20倍 我記得上次說 20多倍 那 所以呢 有時候 我們都要好好地去反思一下 究竟 究竟這些傳統傳媒 究竟是想做什麼 究竟他們 我們如果是 再這樣報導下去 對於姜濤來說 是不是一個 不是太好的情況呢 雖然他們的影響力漸漸減少 但是我們始終都覺得 這些新聞 多一件都 漸多 所以我們作為傳統傳媒 應該更加要秉持 就是那些這樣的報導 雖然我不是一些傳媒機構 或者是 我只不過是一個姜濤 去講一下姜濤的日事 講一下姜濤的新聞 評一下你 這樣 但是我自己都秉承姜濤的那種正能量 和大愛 希望等到這些這樣的能量 可以放到出去 這樣 講回另外一件 就開心的新聞 有關一個獎項的 這個獎項基本上 連年都會有的 這樣 就是這個 AM1480 AM1480就是 M音樂雜誌 華語歌曲流行榜 年度音樂大獎 講那個獎狀就來了 這樣 那姜濤在今次這個 AM1480那裡 就得到這個最喜愛男歌手 和這個年度歌曲八強之一 就憑這個作品的說話得獎 那樣的 基本上呢 就大家很開心 很多姜濤就 就是開開心心 慶祝這樣 話說今次就是這個 嵐莊的 這樣就去年 AM1480 就是去年的獎項 然後呢 姜濤都已經是得到 我最喜愛的男歌手 這個獎狀 成為去年的得獎者 今年呢 就再想多一次 就繼續成為這個 最喜愛男歌手 非常之厲害 這樣 那 接著呢 就 另外一個獎項 就是叫做 AM流行榜年度大獎 年度八強 姜濤也都憑這個作品的說話 得獎 那 那 看回那個網站 那 兩個獎 已經是 是 拿了回來的 那 兩個獎都拿了回來 就 而是叫做 紐約華語廣播 那就是由紐約那個廣播公司去做 這樣 這樣 相當之靚仔 這樣一個獎狀 兩個獎 這樣 就說已經 處理好了 這樣 那當中下面呢 都很多人留言 就說 就是恭喜姜濤呢 能夠得到這個薯榮 非常之開心 實至名歸 簡直是這樣 那 其實老實說 一句 姜濤呢 拿這個最喜愛男歌手呢 就真是 沒有懸念的了 這個這樣的投票 如果 根據我的理解 AM1480那個投票的比例呢 我們自己網友或者自己登記的那個比例呢 是相當之高的 那基本上呢 都是說一句 玩回傳統的方法 鬥人多 那如果你 夠人多呢 基本上呢 拿這個最佳男歌手呢 沒有懸念的 在AM1480這個選舉 是不是 那真是證明一件事 是咯 如果你真是玩 投票的 真是玩這個 男歌手的投票 全部都是以 這個 網民 或者是這個 參加投票的人的點票 是得獎的話呢 那基本上呢 就應該呢 所有的獎 沒有懸念的 一定是給姜濤 但是如果好像你昨天 譬如我這條片都說了 如果你的這樣的比賽 有大部分 都是以你們自己 內部的 輪選委員會 去投一個 重比例的投票的話呢 那就真是不知道了 是不是 那我真是 都沒有把握姜濤 究竟是不是 要得獎 因為有很多東西 是控制在別人手上 不是控制在我們自己 姜濤的一人一票手上 所以 我不是就說 昨天金像獎 如果比起這個 AM1480 是不是 有很多網民 也都在下面留言說 哇 真是很開心 真是完全 完全全 完全可以反映到我們自己 姜濤 對於姜濤的支持 是多麼大 是不是 即是側面 即是影石其他的獎項 有時候都不是很影 即是有時候 不是很反映到 我們自己 姜濤的一些意願 或者心態 對不對 你說今時今日 掌項來講 如果是趕一人一票去投票 如果全部投票的比例 是以我們自己 姜濤為主的那個比例 那有什麼理由 有什麼掌項是贏不了 老實講 如果趕投票的話 但是現在正正就有很多 那些無論大小的獎項都好 都不是說全部都一定是 我們投票者的那個比例高 他有機會是 因為 在講他裡面一些委員 選出的專業評審代表 那我的比例是高 所以我那些永遠沒有得講 所以我自己都在我的頻道 都一再強調了 對不對 不用那麼介懷 你喜歡給誰 就給誰 你自己投到誰 就給誰 所以今次這個 這個 紐約 紐約電台舉辦的年度大賞 大家都很開心 因為 基本上知道一定贏了 你看見去年贏 今年就一定贏了 因為 姜濤的投票比率 比例人數 是不會下跌的 它只會越來越多 和越來越重 越來越多票數 減的機會率很低 所以這些獎 基本上就是一定 一定有的 只不過是 只不過是 如果你下年 即是世事無絕對 如果你下年這個獎項 改這個比例的 那譬如可能 他又做了專業的評審會議會出來 佔55% 那你沒得玩 對不對 很多時候他們說是 大票數說是 大比例說是 所以 我們都是這樣說 今天我們開心 看到AM1470 就是為姜濤 和拜託兩個獎 難保 明天 改變遊戲規則 因為有時候 世間的事 很難說 你不知道改變成怎樣 和會玩成怎樣 所以 我一貫在我的朋友 都跟大家說 平常心 平常心 平常心去處理一切的事物 那就沒有那麼傷心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講解這些事物 有另外一個要講一下 又是這些選舉的制度 就是講這個 全球最英俊大賽 全球最英俊大賽 其實早前 高登仔都講過這個 這樣的比賽 就是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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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ople's work people's 搞的 這樣 就講這個 這個 peoplesworlds.com 這樣 裡面有一個 投票的項目 就講 全世界公開投票 最英俊大賽的人是誰 那麼 不單是香港投票 這個是 全個地球一起投的 每一個地區 總之你上網 登記了都可以投 那麼 在一些 姜濤group 或者一些歌迷會 後援會那裡 都有分享到的 因為為什麼呢 還有 一個星期 就截止的了 這個投票 那麼 希望大家繼續幫忙投票 那麼這個 形勢呢 是怎麼樣呢 那麼這個形勢呢 就是姜濤現在是No.1 那麼呢 他現在佔了 過十八千萬 十八百 六百六十幾萬票 六百六十幾萬票 差不多接近整個香港的人口 因為 不出奇的 因為這個是世界性投票 那麼 那麼現在 有這個六百六十幾萬票呢 就是這個 暫時排第一位 那麼佔了那個投票準率呢 就是總個佔比例呢 就佔了三成 那麼厲害了 那麼姜濤現在呢 就已經 在跳舞了 跳舞呢 就是全球最靚仔的了 2022年 那麼4月30號 那麼 那麼 然後第二位呢 就是一個中國的 內地明星 那麼他都 哇他都憑著六百一十幾票 我當他五十幾萬票啦 他都佔了二十八個巴仙的 那麼所以呢 當中我們有些姜濤呢 在那個留言那裡就說了 就是千萬一秒都不可以放鬆的 我講真一句 因為呢 因為這個投票呢 這個幅度可以很大 因為它的機率大嘛 它有很多人一起投票 全個地球一起投票 全個地球一起投票 證明可能突然間 即幾十萬幾十萬上落 是可以隨時一瞬間發生 那麼所以呢 那些呢 有很多姜濤就說 哇他跟第二位其實差1%左右 那所以呢 大家要努力投票 那麼當中呢 有姜濤呢 都分享過投票的技巧的 那麼呢 就說呢 原來呢 每個小時呢 可以投票三次的 用你自己的account 那麼 那麼投票了一次呢 更新了之後呢 就可以再投 那麼一個小時裡面 可以投票三次 那麼如果 一天24小時的話 你投足三次呢 那就 有72票了 那麼 72票 很厲害的啦 那麼你怎麼知道 第二位的粉絲 怎麼投法呢 對不對 喂 如果說我們所有粉絲 動用每個小時 投三次票 那麼投到去 投到去 4月30號 姜濤生日一日 喂 那麼這個 投票率和投票的數目 都相當之厲害的 所以呢 所以呢 大家呢 就要去 去 立刻即極投票了 people move 那麼 其實 這個投票方式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高登仔 投了之後呢 就沒有理會 我就以為呢 配人只會投一票 因為要登記 誰知道原來有這個 張棠就發現 咦 原來這些投票呢 有些這樣的策略的 這樣 那麼就可以教大家呢 就去 投一投票啦 那麼我都希望大家 可以 踊躍去支持到姜濤 成為這次 今次 這個世界最靚仔大賽 這個 這個舉辦的 比賽 那麼希望真是 成為最靚仔 那麼雖然 都是補充一句啦 大定小頭龜啦 那麼雖然 就算姜濤 贏不贏到這個比賽呢 我都覺得姜濤 是全世界最靚仔的人了 咦 但是呢 老實說一句 老實說一句 只要姜濤 有機會 贏到任何比賽呢 我也能夠呢 就希望呢 他可以 幫到手了 幫到手去 大家去 去 投票啊 令到他真的 就算這些選舉 一個都好 我們繼續去選 繼續去幫助 去做人器 所以這個都相當之重要 我自己 所以就一再提大家 還有一個星期了 這個星期大家都會很忙 除了剛剛說的投票之外 如果我的聽眾就應該有去過姜濤的生日會的現場 去尖沙咀也好 銅鑼灣也好 大家都有個機會去慶祝生日 有網友都說 再次提醒大家 現在4月底香港市民就可以免費搭電車 就像以往一樣 就有香港電車免費搭天 在說4月30日 4月30日就是姜濤24歲生日 除了我們一班姜濤舉辦生日會之後 還會舉辦這個免費電車日 是一天的 4月30日 就像去年一樣 全港市民都可以當日無限次搭電車 適逢免費電車日更加是這個星期日 所以當日應該會被迫爆 更加有一些傳媒朋友 就將4月30日 因為是星期日 就有免費電車之餘 還會弄了一些叫做美食和港島的懶人包 介紹大家 免費坐電車之餘去玩足一天 這次這個免費電車是全新的 全新兩架 全新有一個cover的 在車身上 有兩架 就免費 在這個4月30日 免費給香港市民 就踏足全程 全線的電車都免費的 就是這個免費電車日 由即日在 由5月 就是因為這兩架電車 不是4月30日才提供 就是現在已經有了 直到完了之後 5月1日都可以乘搭 它就會不定的路線 所以早前我們在不同的姜濤群組 都看到別人分享搭到這輛車 或者經過馬上捕捉去拍了一輯漂亮的照片 很多時候都是拍到27號車 其實呢 除了27號車 還有158號車 大家就試一下 大家就試一下去拍一下這個照片 很開心 其實電車已經成為姜濤生日的 必然的活動的指南來的 說真一句 是不是 它現在有兩架 鋪滿了姜濤 即是cover的電車 當然4月30日 就全線電車都可以免費搭 但是之前 或者是當日呢 如果可以搭到姜濤這個電車 老實講 高得仔 沒有時間過去搭 但是呢 我都去過 港島附近那裏 做一些事情 那時候呢 我都去看過的 但是我就 暫時無緣看到這兩輛車 那如果有時候 我都留意定呢 姜濤的一些群組 一些不同的群組 他有時候都會報 我剛剛在哪裏 哪裏看到這個電車走的路線 大家快去搭吧 往往我看到這些訊息 我都趕不及去搭的了 所以呢 我都有時候 看到那些網友分享 就很開心 那我就 都 與眾同樂 希望我有機會 可以搭到這輛電車 那我就 心滿意足的了 那樣 那我可能都 到這個禮拜之內 我都會去一下 去一下 試試看我可不可以 碰一碰運氣 如果我的網友 有機會可以知道 這些 但是通常 多少點 在哪裏 有機會遇到這輛電車呢 記得通知我一句 讓我 參考一下 大家可以 搭一次這些 這樣的電車 那樣 我都希望可以搭到 這些 電車 電車油 那樣 那 除了這個電車油呢 那最近呢 哇 國內網民呢 又要講國內網民 一些討論話題 那其實之前呢 高登仔 都在一些影片 略略討論過 這些話題 那說什麼呢 那有些 內地的網民 我直接出了自己的樣子 很厲害 出了自己的樣子 直接說 金像獎典禮呢 姜濤和劉德華 談了一會 然後一起拍的 那他們出了一個題目 就是 就是 流量 爭流量 就是 誰是爭誰的流量 意思就是說 究竟是 姜濤 就是用一些 我們 就是叫做 香港語 就是香港的一些 地道的語調話呢 就說 究竟是 姜濤痴 這個 劉德華 還是劉德華痴姜濤呢 如果用內地的術語呢 就是說 說 誰爭誰流量 那就是說 那就是說 他們 他的眼中呢 雖然近來都很多人追捧 姜濤 覺得他都是一個 流量王 還有這個 最紅的藝人 在香港 然後 就總覺得 這次的訪問呢 我覺得自己 就是一個前輩 一個後輩 相負相成 去說這件事 去做一個訪問 我覺得 有一個聯繫的效應 我覺得 是 比較恰當的想法 並不是說 哪個爭 哪個流量 哪個癡 哪個人氣 就是 用香港的語調 就是 哪個癡 哪個人氣 但在國內的語調 就是 誰爭誰的流量 那樣 就是這樣 所以 有時候 雖然 在國內的一些網民 其實 大部分 對於姜濤 都有一個 挺好的印象 以及 開始追捧他一些東西 但是 如果相對 因為現在 在國內 很多抖音 抖音主 其實是香港的藝人 包括劉德華 所以 在這些層面上 少不免 在國內網民的心目中 這些香港的 叫做 上一輩的明星 都依然在他們心目中 都是很具分量 和很具人氣 因為他們現在 將重心移了 上內地去工作 是不是 可能 上海也有 北京也有 或者廣東一帶也有 那樣 所以 所以 有時候 我們自己 都覺得 不要太介懷這些 因為 他們未必知道的情況 分分鐘 可能在國內 真的這些藝人 紅過姜濤 都不頂 不過 如果有國內朋友 聽過這條頻道 如果 在香港來過 就肯定是姜濤 紅過一切 就是 上一輩 或者現在 再輩的一切 明星 就是這件事 從很多很多數據 就不是 從主觀上 我當然覺得是這樣 但是你說從客觀上 你留意我 我講的 那麼多條頻道的成績 數據的流量成績 全部都是姜濤的 全部都是直指姜濤 現在是最紅 以及最多人支持的名色 所以 這些就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 有時候 如果有機會 可能跟國內的網民交流一下 就是 講這些事實給你聽 如果在香港的情況 我覺得可以 相對沒有太大的衝突 不過 只是分享一下給大家聽 那麼 另外一件事 就是因為 姜濤現在飛了去台灣 拍攝新的MV 有些Haters 又是 有一些言論 就是 出人意表 有些什麼出人意表呢 就是 他們自己 都有一些亡言 作為Haters 因為 我們現在計算一下 姜濤去完新加坡 就去日本 去完日本 就再去新加坡 跟著去完新加坡 就再去台灣 基本上 這幾個星期 都馬不停地 飛來飛去 一落地就做事 做完事又飛 飛完又做事 做完事又落地又飛 這樣 其實都相當忙碌 那麼 正正就打破了Haters 一些嘴巴 打破他們的什麼嘴巴 就是他們說 姜濤的人氣 已經不大如前 說到他什麼姜濤時代 終結什麼什麼什麼 他們最英用這些 這樣的字眼 講完又講 講完又講 都講到 講到不悶 這樣 那麼 打破了他們嘴巴 其實呢 有些網民都問回這些 這樣的留言 喂 說真一句 姜濤忙到脫瘤 是不是 飛來飛去 他們飛與飛之間 又要拍戲 飛與飛之間 又要出席那些 這樣的頒獎典禮 你看到MIRROR成員之中 有誰這麼忙 是不是 你夠膽說 哪個忙得過姜濤 喂 忙就是一個指標 忙就是一種地位 忙就是一種價值 全部顯示姜濤 現在是最多人 最多人工作 喂 真的 我自己覺得 作為姜濤 其實我真的 有這份光榮 為什麼呢 我們真的幫他 支持他 真的支持他 有很多數據 喂 我早前 跟一個朋友說 原來一些公司的PR 我一直都有聽高登仔 這條頻道 雖然我自己 有些YouTuber 說的 你連一萬人訂閱都沒有 你說什麼 這樣 是不是 這樣說到 一萬人都沒有 你這條頻道 有什麼影響 正正有些老闆 可能就看了這些數據報告 就是看了這些數據報告 就說 原來姜濤是這麼多人支持 賣什麼產品 紅什麼產品 喂 這樣我們就要找姜濤幫幫忙 找姜濤去做代言人 所以 是不是真的弄到他這麼多工作 可能我們自己姜濤也有份造成 所以 一方面我們都很開心 他可以有這麼多工作 以至到可能真的要飛來飛去做這麼多事情 證明他的人氣 或者這麼多人去找他做job 支持 但是另一方面 心痛 就是說 喂 他真的有腳傷 大家好像真的忘記了他有腳傷 他現在還要做物理治療 我高等生日永遠都記住 就是我自己高等生日 有一件事是衰的 雖然我有時候都會病一下 出不了片 但是呢 我記憶力是非常之好 是不是 我還記住他的腳 我還記住他的腳要養傷 喂 大哥 你真的親住他 你不要要他這麼粗魯 是不是 下下去得這麼盡 對姜濤也不是一件好事 就是如果他再相 呢 從經濟角度 你們自己是值得的 從我們的姜濤的角度 當然是心痛 是不是 從我們的角度 當然是覺得 這件事是 完全是 完全是 一個慘烈的狀態 喂 所以 真的要看姜濤的健康 知道嗎 所以那些haters 就自己打自己嘴巴 是不是 你根本上 就沒有這樣的證據 去說姜濤時代完結 甚至一些YouTuber 是不是 姜濤的時代 起飛緊 還未見頂 真的 所以呢 Peters 就無話可說的 對於近來姜濤的一切的表現 一切的工作 一切的忙碌 沒有話可說 全部都是正面 全部都是告訴姜濤 現在才是香港的No.1的藝人 是不是 各位 好 今天姜濤的綜合新聞報道 暫時完結 2023年4月19日 多謝大家加入我的會員頻道 還有繼續多些人加入我的會員頻道 還有 看回我以前的舊片 我也希望 我的舊片一些點擊率 可以上升 讓YouTube 就多些推廣我的片 給多些人知道姜濤的好東西 讓多些老闆知道姜濤是做代言人的必勝 這樣 看回我多些舊片 可以上升一下 還有每一段新片 感謝留言 超級感謝 資助 好 算了 黑色不太多 明天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 畫面 按 Jugend 按照 按照 繼續按照 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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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